盧秀燕是一个阳光阵的政治 但是到现在为止 到现在为止 我们你中要的资料 我要的资料 你们局处都还不给 国民党议员越说越气 抛口对准的是 梓家市长盧秀燕团队 因为有资料却遭市府敷衍了事 不满盧秀燕选前说要阳光证件 选后到了局处首长手上 却都没有实现 我也希望副市长 这一边能够把上情下达 不要说到了这边全部夭指 要资料拿不到 然后市长的命令 只有贯彻到局长 底下的科长完全不理会 我今天已经是第三次 再次跟大家拜托 也跟大家报告 议员本于他们的职权 那为民监督索取资料 这是理所当然 所以本府同仁请务必 全力配合 卢秀燕主动向局处首长喊话 想弥贫自家人不满声浪 不过会掀起同事操歌 据了解因为卢秀燕选前提出 恢复老人健保补助政策 迟迟没有兑现 来议员连带承受市民不满声浪 绿营议员也不手软 紧咬痛处 今年的临时会 其实已经很晚才召开 那在临时会的议程里面 也没有老人健保补助的案子 这个健保补助案子送进来 可能也会是年终 甚至下半年的事情 那我相信这其实辜负 很多选民的期待 台中市首次议会质询 将在3月6日登场 卢秀燕从美医代表 变成被质询对象 面对蓝绿议员磨刀霍霍 卢团队首次议会被询 恐怕不是很好过 欢迎新闻红石层张元春 台中报导